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南京老朋友 国画家董星斌 他生前是个狂事 高谈扩论著书历说 可是头一回来纽约 晚上回来对我说 他当心啊 我今天在大都会美术馆泡了一整天 心里不开心 可是一进中国馆就平衡了 我相信每个来到大都会美术馆 出次都会感到非常惊讶不平 美国人怎么拥有这么多世界的艺术的宝藏 可是他只要一进到中国馆 我相信也会非常敬意 就像董星斌那样心里马上就平衡了 他们会非常惊讶 就是中国的艺术古典艺术 在这儿享有这么尊贵的位置 八十年代我和穆辛也经常在这儿徘徊 有一次他忽然脸上很骄傲的样子 抬起头来对我说 他说中国的器物 中国的雕塑 自成熟自高雅 一上来就独步世界 我得学他的上海话 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 他说一上来就独步四个独步 这世界很酷